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在讲解的就是Copro的再进阶一点 比较advanced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前面三个 我想先再介绍一下关键词分布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介绍关键词脉络所应 就KWIC 这是老人跟老头子 我们如果看关键词分布 它是同样的概念 可是他给你不一样的资讯 在这边就是我如果打一个老人下去 他就告诉你这是词汇 这老人出现在以一篇文章来看 它的出现的位置就是点点点 就是这个点 因为老人出现蛮多次的 所以就出现点的频率 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里是比较少的 出现的比较少 这边没有出现 这是以一篇文章的前后来看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墨西哥大海吗 我来看墨西哥大海会出现在哪里 墨西哥大海 出现在哪一开始 没错啦 我是一开始的选了一个 那这个东西我们是因为一篇文章来看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功能 的确我以前甚至有一度想把这个词汇关掉 这个功能取消掉 可是你要想你如果有五千笔资料 那这边就是资料来源的话 可能就涵盖到五千多笔 那时候你如果要看有个词汇 在这些五千多笔里面或几千笔里面 那这个分布状况是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我是很想做一个研究 就是我想看一个关键词汇 这个词汇是必须在每一年都涵盖到的 在这个词汇库里面 从头到尾都必须要有 而且平均分布的话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一个 它这边就会出现到 以每一篇来看 那这个是来源会应该有 看有多少篇 所以我就可以从这边选出来 是不是每一篇都有 然后来决定一下 我是不是有些档案 我就必须把它删除掉 就不要它了 我可以在select 在我的sample 对 就我的取样上面 也帮助我取样 然后修改过的sample 也可以再汇入到 应该说汇出到这个工作空间里 是不是 修改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到标的语药库 比如说我们假设说 我们从这个关键词分布里面 我们决定 有哪些篇数是不相关的 不相关的 对 是不相关的 在我们取样的时候 它不具备 我们的研究的代表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回到标的语药库 来把那几篇丢掉 然后再请他重算一次 就好 就对了 所以就可以选出移出 选择文章 那这就是关键词分布 不要小看它 它还是有点功能 好 那我们先来看搭配词 搭配词是一个概念 你知道什么叫搭配词 它就是在某个词汇 所以在它的前面或后面 比如说我们讲说 劝河佳或是叶佳老师 然后跟它搭配的词汇 在它前面 主要是在它前面 或在它后面 直接连结的 所以我们常会形容 叶佳老师就是说 有气质的叶佳老师 这就是co-location 对 这就是co-location 就是co-location 同样并置在那里 我以为那个会在贡献 贡献是co-occurrence 那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 它这两个词汇都有出现 所以它可能中间会有其他的字 但是它们就不是没有 前后搭配的关系 搭配的话必须有前后黏在一起的关系 那它贡献会把搭配也算在里面 会 万一它是黏在一起 它会包含到它黏在一起的 前后黏在一起 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必须要看 一些前后黏在一起的形容词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帮你算是有一些 叫做engrain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选择 这边你看如果说总数是多少 2 2 2 就是左数右数 其实说不管你就是 就是这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 什么叫engrain engrain就是连在一起 你如果选择2grain就是 所有连在一起的两个的 两个 他们经不经常被连在一起 对对 而且它是看词汇 这两个有没有连在 都一起连在一起 然后它全部以2为单位 就是两个词汇为单位 然后它从头算到尾 从头算到尾 它不管它有没有意义 它全部都从头算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什么叫engrain 然后它就全部跑给你看 然后它就全部跑给你看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断的是 逗号的 那这没有意义 但是你有时候你就在的时候 这有时候 那于可能这是你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 有时候我刚刚有讲说人民的时候 通常你在这边 如果中国人民尝试三个词汇的时候 就在这边打三 它就出现三个 所以你从头上看到我的时候 大概就会看到人民 人民 那在这边看到自言自语 它因为它已经分段分成词汇 那万一它有分错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如果是on 的话 那你就可以学到 我们如果假设说那条鱼 那条鱼它事实上 应该是视为同一个词汇 那你在这边我是不是就很快就知道 它都一直黏在一起 因为黏在一起 那所以我就可以在词典这边 我就就再写一个那条鱼 我就那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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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可以帮你修正你的词典 那这时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的词典越精准的话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演算 或是这个提供值你的余料库分析 就会更精准 否则大概就它做了很多 那也很快也没有用这样子 那所以angrain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大概这个就是也是帮助你 决定你要去修正词汇 词典 词典部分 那你也可以决定到这边的时候 我决定有些东西我就把它丢到 它三个字都合在一起 或是什么样我可以把它丢到停用词 就说我不要这样子 我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 诶 它就出现到这个 这个是它把它当作一个词汇来讲 是不要的 但是因为它它没有是一个词汇 所以丢到这边也没有用 事实上在跑词兵式是不会反应出来的 那所以搭配词就是在看左神 那你就可以看到往前或往后有什么形容词 这样子 那我这边写二好了 那所以执行起来就是会有左三 那事实上就是误的意思 那你也可以用段落或句子来看 那都可以看出有哪些词汇的状况 有些口语的表达上面 它可能有口头禅什么 那那些就会在这时候就会显示出来 像那个自言自语就是如果我把英文的原文放进去跑 其实没有多少这个表达 因为英文原文里面 它said说是出现好多次 那这个跟我们在译本上看到的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自言自语这个好像在英文的原文 没有找到对应的东西 反而是said allowed 就是大声说这个有很多 那就说自言自语如果它 我不知道它出现多少次 但自言自语如果出现 像刚才那个研究说出现好多次的话 那应该就是张爱玲自己自言自语咯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在分析英文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看出英文有没有 的patent 对的patent是什么 不过我倒是我在这边看到有一个词汇 这是可以帮忙 山地哀歌 山地埃歌 山地埃歌吗 对可能是 那我在这边就必须在 在这边去修正它了 这是一个引译的词 那这个因为我是所三又五 所以我在这边最好用答的比较快一点 所三 山地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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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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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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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我们刚刚讲 假设我们是老人 老人 那我就按一下执行好了 就可以看出来 哇 最麻烦的 我们老人呢 在这个是范围 就是在标点这个范围 就是他在前后范围是标点的这个区 范围内呢 跟老人这个词汇 都会同时出现的词汇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老人说 老人这个 跟说搭配是对的 老人自言自语 老人注释 好 这些顺序呢 表示的就是他跟这些词汇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跟这词汇的强弱关系 基本上我们会 这些都是你的判定的一些 一些素质 那我们都提供给大家 但是大家可以决定你要用哪一个 那通常社会学的研究里面 大家大概都会用T-School 那T-School呢 就是表示他强弱的关系 就是他紧密 紧密程度 那你也可以用MI MI的意思就是说 我老人跟一生 老人在标点符号这个范围里面 我记忆也出现一生 而且一生这个词汇 也会出现我老人的Mutual Information 那他这个算法就数值 就是用这个方式算 那我基本那这是取三次方的意思 哦 但是差异会更大 对 会更大 但是譬如说你可以知道据点跟据点之间 譬如说以文章来看 据点跟据点之间大概都很常出现 可是它没有代表任何什么意义 所以放到社会学就会取T-School 然后T-School呢 你按它 它就会反正一个是从大排到小 再按一次又从小排到大 那好 那我们就应该要看从大排小 它怎么不动 好 从大排小排到小 所以你从这些词汇来看的时候 它研究违线是告诉你说 三以上都是值得参考的 所以在这边呢 值得参考的话 可能就是120个 前面120个字都值得参考 那120个字你当然可以做你自己的筛选 那我们这篇文章因为只有一篇文章 所以算起来会有一些词汇都会重复很多 就是这个数字都会重复很多 对 因为只有一篇文章 对 比较简短 好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 不过前面我们来看有五之前好不好 应该是会很值得密切关注 老人说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常出现的 他可能还连着说 就是跟刚刚的搭配词应该也是很接近的 老人看见 老人一生 那所以这个t-scope表是在一个据点的范围内 它们是非常紧密程度的 那你看标点的距离是不是很短 距离在这么很短它都已经这么紧密了 这是非常值得重视 但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再大一点 我们如果锯子 因为锯子的话一定要以锯点为后 为最后嘛 锯点前跟锯点后 那你看它就执行一下 那老人说还是很大 但是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关系其实有改变了 因为你等一下范围条件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 在统一句内出现的 就是这些 对 对 对 好 那它这个后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运算 复杂运算就是因为它 你看它每一个词跟每一个词都要做一次磁频的关系 磁频贡献的分析 每一个词跟词 所以有两个词 对 十个词 它要看两个词之间的关系 在数学里面就是C 十取二嘛 就十乘以九就是 那所以它有四十五个关系 那这四十五个关系里面老人跟说 它出现了多少次 对 所以它后面有一些它的算法 那演算法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范围越大的时候 段落的时候它跑着就会更久 因为它那个关系十个又更多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段落 那也在执行 真的比刚刚久了 不过还是出来了 因为我们篇数不大 不过老人说还是排名第一 老人说水里那里这样子 差不多这样子 不晓得叶佳你有没有想要看的什么词汇 比如说海啊 海啊 好 海 那我们先看段落嘛 海中 海里 海有时候怎么样 这是以段落来看 海 它会讲到声音 海 这样 这样 海 眼睛 这样 我刚t-score没有按了一下 我们应该让它t-score排序一下 好 那t-score排序一下 好 这样排才是对的 海来到斑点距风里有时候 好 那我们看这是段落嘛 文章的话你再按的话它可以更久一点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标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的关系是这样 好 顺序是这样 我们来看标点的话 是不是有给你不一样 因为距离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哦 应该不一样了 就是这些方位的 应该让它再排序一次 海中海 怎么会有娘子这个东西 咦 怎么会有娘子 哦 好 这又有意思了 我们来看一下娘子 这开始是 到底是 Copers Driven了吗 这给咯吗 没有 没有 不见的哦 是可能我们词汇弄错咯 好 这时候我们就 对 词汇断词是断错了 刚是想娘子是吗 那我们可以倒回去看 娘子 对 我们来看 哦 这时候 我们又要交机器一次认识 海娘子 它的确有 它脑这里的海 永远是海娘子 这个就很 哦 在西班牙文里 人们爱它的时候 怎么加成它 就是西班牙文那个 海是阴性词的意思是吧 然后词性那个中文处理不了 就只好给它一个娘子 哦 所以它怎算它的风格 我觉得算 因为我不能想象 其他人用这种方式 对 来处理那个 然后你也可以丢下 那个阳照的文章进去看 它这句话会怎么讲 我猜它可能原文也是一个 西班牙文字 哦 所以它都译成中文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分辨 变出来 这个variety 我猜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虽然看到 娘子觉得怪怪 诶 这就是copus driven 对 就是copus driven 就很奇怪 它给你一个 诶 这个值得看看哦 可是如果传统上面 我们可能因为研究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趣是因为它 这个娘子这个字非常的不海名为 因为它都是很阳刚的 然后用一些很 就是很中性 你看不出来倾向或者情绪的字 但是娘子这个就 就非常不海名为 不海名为 所以简单是张爱玲的译本 简单就是奇古怪的地方 像我看淡淡的 这好像也蛮轻柔的词会会不会 所以我们的做法可能就是这个是 我们叫target text的东西就是译本 我们就回到那个脉络 然后看那个淡淡是怎么样的 像不像海灰 为什么海是淡淡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淡淡的 从海上 太阳淡淡的 从海上 我没有办法想想这个 这个英文会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会 我们就会倒推回英文 但是我们如果是从 我们用那个source oriented 就是从原文出发的 其实这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到 关键词分部来看 它大概是出现在哪里 所以大概可以去哪里找一下 它就只有一次是不是 对 它只有一次 那你大概可以从原文大概就可以知道 那或是你搭配那个高兆敏老师 那个alignment的那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贡献的分析 有趣的是老人出现好多次 这个我们可能在磁瓶猎宝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但是淡淡跟娘子 不会在磁瓶猎宝跑出来 而是会在后面的功能才跑出来 就觉得原来它会这样用 但是这个恰恰就是 译者的一些身影是不是 漫漫也是 原来它有蛮多碟字 你这样讲也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它用蛮多碟字的 碟字这东西怎么来看 像我也在哪些关于张爱玲的翻译里面看过 他就喜欢用这些碟字 好我们碟字有一个 碟字英文没有的 对 碟字这边事实上有一个可以来看 搜寻 碟字边界 我们看 碟字N取2 碟字 就是它取2 但因为我们就取2 其实刚刚的Ngram 那你就来看看这边有没有碟字 其实它可以帮你看了 对 它就可以帮你看 但你要看久一点 碟字 可是你看字眼 因为它这边是没有断词的 这个部分 智串频率是把断词 字眼跟言字也一起 对 就是在这个功能里面 是先让电脑忘记断词 它完全是以Corrector来看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碟字 它用了什么碟字 但你看肩膀会出现 因为它会常出现 那刚刚的 我们刚刚讲说 有没有看到没有碟字 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碟字 不过你就一直查下来 它事实上会有 好 那可是我刚刚有讲说 它看成语要怎么看 那你就在这边打4 成语一定是4个字 对不对 然后搜寻 成语是4个字 所以自言自语在这边出现 最No.1的第一个 第一个成语 成语就是他 他用了30次 他用了30次 老儿什么的时候 但好 他说什么 好 那自言自语的缘 他自言自语 所以这个是去除那个 所以你可以再看 它有没有其他的成语 就是利用这个时候 就去把成语找出来 找出来 所以 这时候还是得要自己来判断 有人来找 我们常常这个功能 可以用来验证我之前 我们有个学生是做 比如说颜色词的翻译 像Grey Green这些 进入到中文的时候 它会变成ABB的结构 像绿油油灰蒙蒙 那后面那个叠字 就是肯定是一整加上去的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字 传评3 那个MG等于3 这样就可以去 去尝试去找颜色 那你一样可以把它汇出 对 那你汇出到那个Excel的时候 CSV 嗯 CSV 它可以帮你判断那个 对不对 是是是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就可以再搭配Excel的功能 对 是的 好 所以这样子 自传频率也会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显著性 就是Keyness这个功能 就是它要比较以后 比较可以 刚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了 比如说张爱玲跟平衡语料库啊 比较 那比较起来 它比较常用的 或是它比较常用 或比较少用的状况 的词汇会会有哪些 那我们今天我想准备是张爱玲跟杨兆比较 那所以我们这样 哦也可以这样 就是你参照语料库 不一定是平衡语料库 当然 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一般 是啊 你只要跟谁比 就是你决定要比的人是谁 那你甚至譬如说 你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张爱玲语本也可以比 对 对 对 就是 就是 反正是你决定 你为什么要比那个东西 是 是 你为什么要比那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样 我们现在要输入参照语料库 所以一样 它就很像输入那个 这个可以自行决定坐标系的 这个想法 其实跟翻译研究也很像 就是我可以把译本跟其他译本比 也一个一只的所有一本一起比 或者这个一本跟以前的一本比 这全部都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设计 可以跟一般语言比 对 所以这边参照语料库这个功能 就可以把这些坐标系都输入进去 对对 可以放不同的坐标系 好 那我们现在要输入档案 我们要比 但它跟自己比是比不出什么的 好 那我要比一下杨赵 那杨赵有个老人鱼还好 那这个杨赵是我从他的书里面 我自己把scan出来的 好 那我一样用长期优先 然后我就看 我就开始输入 好 其实前期的准备都是苦工 对对对 那那个词典呢 因为我们已经先给他词典 所以听说他如果出现霉运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 这两个 不会这么刚好 应该不会这么刚好 对 反正你在词典的编辑是怎么回事呢 他在参照语料库 这次输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用你 你已经订好的词典 对对 好 那我们他就要跟他比 所以这个语法就是 张爱玲比扬兆常出现的是什么 好 明白 好 那我们来看持续线是不是 哦 红色 对 所以张爱玲比扬兆常出现的 黑色的字是张爱玲比扬兆常出现的 红色是张爱玲比扬兆不常出现的 意思也就是扬兆比张爱玲常出现 多用的 对对对 好 那它是 这个演算法我就不在这里讲 好 那我们就先看他 所以张爱玲 他显然比扬兆常使用 他 就我也不奇怪 因为像自言自语 就我们很清楚应该是张爱玲 他应该很清楚就是海明威 因为他经常就是用代词 用那些不定的代词来指示 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他那个it指的是什么 这在好多海明威的作品里面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那些对话发展下去 他的it的那个reference就越来越不明确 然后这个是他的作品好玩的地方 那当时是不是可以讲说张爱玲比较忠于那个 这部分比较忠于海明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conclusion 就是他宁可不去解释它 因为有时候译者会把它译作 比如说大海 他觉得这个it应该是指上文的大海 就凑近原则嘛 或者这个it应该是指那个余线 或者是余这样 就直接用那个具体的名词去译这个it 但是张爱玲霞不是 没有 但是当然也有他的风格 比如说在讲淡淡的海 爱爱爱爱爱爱 所以他的那个呈现就有很多很多 那我们来看这个呈现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都没有启用同类词 那你都可以启用停用词或是同类词 它又可以不同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在显示的时候 为了方便上来 我们可能也可以显示正向的 就意思就是说张爱玲显然比他扬造多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他是自言之语的确出现了 是 对 那因为我没有启用停用词 所以那个逗点在这边 分号在这边 那我不晓得这个是版本的关系 因为我没有去追究这个版本 到底有没有多准确 那要不然的话 显然是扬造 他比扬造常用逗号跟分号 分号 所以他句子会断得比较碎就是 可能是 这是一个 hint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到关键词麦罗索引 打个分号 分号 刚才不是有个文章说 那个and也很有用 那如果每个地方 对 如果每个地方 那个张爱玲都会把and 变成一个逗号的话 那他就等于好多and都不见了 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参照里达库 她又喜欢用的孩子 那个她的确用了很多 虚词 pardon 那我可以跟大家很简单 很快地讲出一下虚词 我们如果想把所有的虚词都 都 或者指示词都把 我们就可以在同类词这边启用一个 叫叫 指定词 指他 好不好 他 他类 他类 好 那呢 我就决定 他说这里不能空白 对 这的确是不能空白 好那我怎么办呢 因为我事实上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他好像停了耶 真的 没有没有 还可以还可以 我事实上有准备一个叫做停 我有 词性分类的一些表 那我可能 那个是可以不要叫指代代名词吗 指代定词 指代定词 纳设 那我假设这些都是 那侠咪也有 对 因为我这是从中文院的 平衡预料库抓出来的 就是我做了 也是一样库博的分析 是带词性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那这是目前 因为他也没有这种可有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把它copy paste 然后就完成了 那假设这是叫他类 好那因为大家不是想比较一些什么 刚刚有什么 感叹词呢 语注词 还蛮忘了 感叹词 谁他 感叹词语注词就是 我没有同学做那个 如果粤语里面 其实语气注词跟感叹词 都是一些特色的话 可能就可以把它放成一个类 然后看它显不显著 然后看一看感叹词 对我刚刚又忘记 应该要先把感叹词 抄进去 抄进来 然后在这里 按错了 好感叹词 感叹词 好这边都是 好多哦 好感叹词 然后完成 然后他会跟你说 诶这有冲突列表 因为我感叹词 哦两个列表都有 对所以你要决定一下 他要放在他类 还是感叹词类 那我就 我决定 我决定放在他类好了 不管 感叹词没有了 好那我就启用同类词 启用同类词之后 再算一遍 对再算一次 那 诶所以这个叫 他类跟感叹词 不过显然 应该要弄多一点的时候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词评列表感叹词 同类词没有启用 哦好 哦有诶 他感叹词是用了150次 不过在整面文章的时候 得还是最多 然后他来用的这么多 然后老人概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参照预料库 显注词 我应该有启用这个吧 好 好那 那他显示正向 好像没有看到 看到 有看到那个类的出现 类的出现 可能可 可能看一下 那我来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汇出的时候 再仔细去看也是 那如果只显示副相 好那副相就是 显然就是他比较少用的 副相这边 诶感叹词有诶 有 副相的话那就是 杨造用多 他用少 他用的少 这样就比较的出来 对对 好 所以大家就可以利用同类词 把你想要比较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放进来 那要记得启动同类词 那不过呢 你要看同类词是 这些同类词到底在他文章里面怎么呈现的话 那你就记得回到关键词麦洛索引把感叹词 感叹词打进去 诶 哦 同类词应该是同类词 同类词没有启用 诶感叹词出来了 还多了一点所以 那他就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看到感叹 他有爱为他妈 应该是他妈对吧 我还要讲张话 喝啊什么 然后这些就是他的 感叹词的状况 好 现在这个看起来有点乱好 那个这个没有音标没有用好 好 那我们带字数也蛮多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是 喝可以是感叹词也可以是动词 那还要再进去判断 对 你就在归类时候把它归好 不然就是汇入一个已段词的 他有词性的这样就可以分辨 那因为demo的关系我就没有用一段词 我怕它看起来就很复杂 对对对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 那个还是交给专业的来 你自己可以玩 只是说那个画面现在会有点复杂 会很复杂 你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 对对对就害怕 但是我常常这样玩 所以是OK的 因为它只是磁法 它磁性包进去把它当作一个磁卡 所以它就会更复杂 好 那所以参加了磁根 好 所以这边就是杨造比张亚琳常用 也就是张亚琳比杨造少用 对 那我这应该有一个排序 就有Kinis 但是那个两个合在一起看 事实上是有用 有意思的 因为Kinis是表示一个数字 所以她显然张亚琳比杨造 比较起来她比她很常用很多 因为这个Kinis很大 那虽然第二个调限是杨造比张亚琳常用 但是是插她 插她也蛮多的 我觉得她插得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张亚琳 我想她真的很尊重那个原著的ambiguity 所以她就不敢弄那个她 然后我可能下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我选了杨造 我就参照系 我当然很想知道在里面的她 那杨造是逆成什么 然后这样继续问这个问题 对 好 对 所以我刚刚是启用听用词 可是我现在想不要求 那什么 她们 所以你看她的确是 她跟她们都很 对 这些代词 第三人称代词 这 她也继续用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建议一个 就是代名词或什么 你可以把这些她很ambiguity的东西的那里 那不过有一个她们就是洋造比她常用了 对 洋造比她常用了 所以这是比较 但是我自己要讲个淡数 就是如果她们两个都同时很常用的 那她是不会出现的 或是同时都很不常出现的 她们一般般都不常出现的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好要换一下参照语药库 你这样换一下譬如说平衡语药 那然后两个都进去 当做标底语药库去跑一下 或是说你把所有的译本都放进去 因为她都是在紫色同的东西的 那此时你就把全部的译本都当作参照语药库 那就是一个铺 一个母群体 那所以这时候 她就是在这些译者的译本里面的状况 那张爱玲的状况 就用一些转换的软件 把它逐字转换成一个 译文的语言写成的 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我也把它当作一个参照系 会不会就那些字眼 就会跑出来 我觉得这两个译本 跟那个我输入的参照系不同 会不会就这样 对 这可以试 不过其实我刚刚讲说 不会比出来 其实也不是很正确 因为其实她不会比出来 就是在KINES这边的数值 两个就很接近了 所以如果我现在只看正向显著词 那这显然就是她比她差很多的 对不对 那可是我如果往下看的时候 那不就是跟她很接近的 这差的很少的搞不好 就是她们都一起有债用的 对 越往这边就是她两个很相当的 然后就再看她的词评 还有她的文件频率 然后看是不是两个都有 再去判断 那这是张艾琳比扬兆 我们只看张艾琳比扬兆 那当然往下面 所以2000多 那真的是两个势均力挺 那我如果只看副项呢 好 我也是往下拉 我也是往下拉 那给你的词汇会会不一样 因为她还是比较过 她一个只会只会选一边 展现出来 所以不过这边看出来 就是她们两个很很很很 差不多的用法 有一些差不多的用法 那P-Value又是什么 P-Value就是在 因为她后面的 是显著性的比较 显著性 那P-Value必须要小于0.05 那个0.05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比较起来是相差很大的 所以P-Value小于0.05 就是符合的显著水准 就显著差异很大 那你会往下看 因为它们的显著就越来越不大 所以这P-Value基本上就很大 就0.99 就基本上它没有什么显著性的 所以只看KINES其实也已经 看KINES 我们看KINES排序完了以后 再看P-Value小于0.05的 那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大概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觉得0.05 你看你可以0.05 0.05 这边的话选起来 这个预值是在0.05还没到 这个因为没有按这个排序 没有按这个排序 通常应该还是以KINES为主 然后P-Value你可以汇出以后 那你再选P-Value 那你再把它sort 那P-Value小于0.05的话 那绝对就符合显著性 显著标准 所以它虽然只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字的工具 可是它背后其实是有统计 有复杂的运算的机制 不复杂的 在你的文章里面有写过 就是这些都是什么意义的 一些indicator 所以它后面大家就想 其实就是我们也负责说 这个事实上是有统计的 词汇的关系在的 所以好 那这大概就是 这主要的功能 那有一个最后一个是词语标 词语趋势在这边的话 我们因为只有一篇文章 所以是很难 它只会产生一个数值 那我之后有记 再看老人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 它只会产生一个 这版好像是不会产生 嗯 它是想说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对 历史性的变化 有了 它也是出来了 但是它只有出现一个词 就是210次 那这个NA是零次 就是说 如果万一你之后选的那些词 都没有被归类到的话 它就是处于NA 那在这边因为我们只有一篇文章 所以事实上只要看的点就是这个东西 那如果文章很多的话 你又决定说 这几个这些文章是算一类 这些文章算一类 这些文章算一类的话 那它的点就会比较分散 看得出一个rise and falls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找一个 之后找一个文章比较多的例子 然后看它的趋势 像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做变性人 或者是变性的议题的这个 就很明显是做趋势的 就这个字的用法 因为它的篇数很多 五千多笔嘛 五千多笔 所以它就五千多点 但是那时候是以每一篇文章 都当做一点 那词语趋势 我们在这边事实上 是可以利用诠释资料栏位 然后去把这些五千多笔 可能一年来分 那它的点数就会少一点 那不过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老远远还只有一天 所以不容易呈现 那我现在再找一个例子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可以这么做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数字 还有这些很陌生的数字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它背后都有 很切实我们可以感觉到的 那个重要性在 所以就学会用的话 有些自己的印象啊想法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就是它给你一些统计上面的一个 或是给你一些灵感 对 给你一些灵感 再继续再去发掘 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